PASSIONTIMES.HK 遊戲實況主場 2018年8月28日的每日雜新聞 今天講解XBOX ONE X 即是一部新機的一些畫面的細節 11月出現在開始PYOTA 微軟那邊已經公佈消息 就說PYOTA是歷來最多的一部XBOX 似乎有多受歡迎 特別是歐美那邊 始終那個機能是現在最厲害的Console機 就有些遊戲的XBOX ONE X版 和PS4 Pro版的比較 就是這個Tone Raider Rise of Tomb Raider的遊戲 可以看看畫面 其實這一隻 其實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現在在XBOX ONE X版 有人拍片 做過和PS4版的比較 是 如果這一張相機 就是左面那張 就是XBOX ONE X 其實很明顯看到那個 特別的Texture 和那些特效會更漂亮 其實 就是看到 比如說臉 多一點血跡 然後那個 比如說衣服那邊 那些 那些Texture 會更豐富一些 還有實淨一些 看到那些 就是如果PS4 Pro 就會看得比較萌 就是這樣 有很多那些圖片的比較 譬如這些就是特效的比較 這張看得到 是 後面的景色都看得清楚很多 是的 即是你PS4 Pro 就 說是壞碰機 但其實又不是真的 很大的改進 如果對比PS4 然後現在 這個 其實這張會很清楚 看得到 嗯 就是那個 石頭那裡 這個就是PS4 Pro 這個就是XBOX ONE X 對焦對得不清楚 是的 然後就是這個 就是臉上的Texture 那些血跡會更清楚一點 嗯 那還有就是 這張看得到的景色 是的 就是看到石頭那些Texture 都明顯是 有些紋理 很清楚 而且很萌 如果這樣看得到 比較一下PS4 Pro 對 放在一起就會覺得很萌 是的 那這張沒那麼清楚 這張剛才看得到的一張 其實是 這裡有放大版 對 那就是 變成現在市場上畫面最漂亮的一部機 嗯 其實又 又可以反思一下 到底是 你要漂亮到什麼程度 才能修過呢 其實是 其實 現在來計 其實你要追求最完美的畫質的話 是 電腦就可以無止境這樣上了 嗯 其實可以說 即是很看你的那個 Dispray Card 對 Dispray Card 或者你的CPU RAM各方面那些東西 是要買到幾盡 嗯 如果Console一部過的話 那 現在Xbox One X 就主打畫面 是 即是它不單止畫面漂亮了 以及4K support 嗯 那個Frame rate 都是會比PS4 Pro好 嗯 那就要看一下 到底那些 很Hardcore的遊戲 是 即是追畫面要追到什麼程度 是 即是微軟那裡 它有信心到說 其實我沒有獨佔遊戲 都無所謂 是 即是它覺得 即是有畫面 即是有這麼漂亮的畫面的話 那 那些人會肯買你的那部機 即是特別 我相信特別是一些 外國的 不是獨佔 即是Multi那些遊戲 是 那會有人會 會有一部分的機謀 會轉來這邊 嗯 是的 但你要譬如 去到 即是要這麼細細 即是譬如是比 那些紋理再漂亮 那些血跡又更清楚 那些紋理又更清楚 那些紋理又更清楚 那才夠呢 其實 例如Tomb Raider 這些動作遊戲 畫面很快 對 其實根本看不到這麼多的 其實 很老實 即是你一直在玩這遊戲 這樣算 其實你沒有時間去看清楚 到底它的質素實證了多少 是的 對 但其實外國的電視 可能大部分會不會有關係 所以他們那邊會受歡迎 首先你要有很大的4K電視 才會看到4K畫面的差別 因為他們那些一減價 那些人是衝去拿台電視 可能很多 即這個是軍備競賽 即是你更漂亮 別人更漂亮 即現在暫時就 就是Xbox 1X那邊稍勝一籌 是 所以才一直都有消息說 其實Sony可能明年就要公佈這個 新的PS4主機 如果不是你可能 即是鬥畫面就要鬥輸了 即是特別是那條戰線那邊 即是Xbox對PS4那邊的戰線 其實真的鬥畫面漂亮 鬥畫面高 即是外國的市場 而且因為同時他們其實都能看得影片 是的 那可能他們現在競爭 就當是碟機這樣做 就變成是 即是是不是只要畫面漂亮就可以呢 即是是不是 即是拿一隻這樣的圖片 哦畫面很漂亮 真的很多年前出的遊戲 都可以繼續這樣用 是的 即是你換轉的話 你的Speecher 完全不會理會你的質感 是漂亮一點 還是不漂亮一點 純粹的 即是想起 遊戲性 是的 所以這些軍備競賽 其實要反思一下 即是你追畫面 要追到什麼程度 才夠呢 是的 是的 如果很想追畫面的話 其實可以期待一下 11月推出的Xbox和Nexy 看看可否容易修復一些失地 是的 好了 今天一集新聞到這裡 再看一次 然後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那一集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那一集 影片